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新兰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王平教授 下面由我给大家介绍高速铁路轨道工程的另一项关键技术 高速铁路无风线路 它是保证轨道高平整性 高可靠性 高稳定性的关键手段 也是轨道工程的现代化标志性技术 本次授课主要介绍以下五方面的内容 无风线路概述 无风线路稳定性 桥上无风线路 无风倒刹 高速铁路无风线路关键技术 无风线路是将标准轨焊解成长钢轨的线路 又成焊解长钢轨线路 其显著特征是消灭了给设备寿命和行车品质 带来重大负面影响的钢轨截头 主要有温度硬领式和放散温度硬领式两种形式 后者又分为自动放散温度硬领式和定期放散温度硬领式 线路结构接力了由有风线路向普通无风线路 期间无风线路到跨期间无风线路的发展过程 一般将跨期间无风线路和前期间无风线路统称为超上无风线路 交界结缘结头 桥上无风线路和无风倒刹是发展超上无风线路的 关键 随着轨温的变化 轨条内温度力随之改变 截定轨条纵向温度力的分布 及轨条伸缩的主要参数有最高最低轨温 锁定轨温 线路阻力等 油载轨道线路阻力一般分为截头阻力 扣件阻力和道床阻力 右图为轨温达到最大是长轨条纵向温度力的分布图 它包括两端的伸缩期和中间的固定期三个部分 最大的温度力PT 正比以最大轨温变化幅度 钢轨断面积现膨长系数 而与钢轨长度无关 这是能够扑设成无风线路的基本原理 扑设无风线路主要存在两类技术问题 一是由于轨温升温幅度过大 道床横向阻力不足 附下压力过大等因素 可能会引起轨排横向骨骑 或者是垂向上浮等问题 我们称之为站轨跑道 这时线性无法维持 行车安全无法保障 二是当轨温降温幅度过大 附下拉力过大时 若轨条存在缺陷 以发生钢轨折断等强度不足的问题 半分的存在会威胁行车安全 因此 需要合理选择锁定轨温 控制好轨温变化幅度 保持足够的线路横向阻力 当轨条内积极的纵向力过大 特别是在两轨相互作用 激烈的桥梁梁腹附近 可采用伸缩调节器 自动释放轨条内的纵向力 解决由此而产生的 无缝线路稳定性和强度问题 实践证明 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工程措施 下面我们来学习 无缝线路的稳定性知识 无缝线路在高温季节 钢轨内部将积极 巨大的温度压力 引起轨道的横向变形 在外来因素 比如说列车动力和人为因素的干扰下 轨道弯级变形突然增大 这一现象称之为无缝线路的持稳 它会导致列车脱轨 右图展示了无缝线路 站轨跑道的典型过程 随着轨温的升高 轨条内的温度压力随之增大 但轨道不发生变形 属于持稳阶段 即图中的AB体现 如果轨温继续升高 轨条内压力也不断增大 轨道将出现微小变形 即站轨阶段 这是图中的BK期限 当钢轨温度压力达到临界之后 在外部干扰和轨温继续升高时 轨道将会突然发生骨气 即进入跑道阶段 这是期限的KC这一段 此时轨条内温度压力不成反降 轨道实际稳定性 发生较大的横向变形 无缝线路的稳定性分析 一般是根据假定 来建立合适的分析模型 利用能量法建立平衡方程 求得线路斯稳 或者达到变形限制式的 变形波长以延时波长一致的统一公式 或变形波长小于延时波长的不等长公式 二者都广泛应用于生产实现中 也有专家学者采用有限代言法来分析 比如说护轨横称航架 盗扎带 轨针卡 盗扎胶固化等技术 对轨道稳定性的影响 无扎轨道道床 横向阻力较大 一般不会发生钢轨的失稳 但不断积极的温度压力 总是要在寻找结构的 薄弱环节释放出来 产生杖板 钢轨碎弯 部件破损等新问题 需要发展新的崖湾变形理论 来进行分析 下面我们来学习 桥上无风线路的基本知识 桥梁铺设无风线路 得减少列车车能对桥梁的冲击作用 提高列车通过桥梁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减少养回修工作量 提高列车过桥的速度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桥梁与线路间存在着线路阻力的约束 使得线路和桥梁的受力与变形会相互影响 从而导致轨条内产生伸缩力 脑起力 自动力和断轨力等各种附加力 为保证桥上无风线路的安全应用 应对轨道不减强度 钢轨断缝织和线路稳定性等问题进行减算 比较时还要减算桥跨结构 及灯台的强度与稳定性 本页展示的是桥上无风线路两轨相互作用原理 左上图我们可以看到 当钢轨受到纵向力作用时 将通过线路以下部基础线的纵向约束阻力 向桥梁及灯台传递 反之易软 下图为CRTS2型重连板式轨道 桥上无风线路模型及纵向力分布示意 桥上无风线路技术 近来年在众多大跨特殊桥梁上得到了推广意义 比如北盘江特达桥为最大跨度上层式拱桥 寒加陀特达桥为最大跨度的双线斜拉钢行铁路桥 南京大神关为首座六线钢行拱桥 经成功铺设成了无风线路 下面我们来学习无风导察技术 导察无风化后收期间传染的非对称的温度力作用 将会加大其保持稳定工作状态的难度 为实现差距众向力的传递分配 保持结构整体稳定性 无风导察既有以下一些典型的结构特点 尖轨跟端采用传递部件 传递导轨传来的众向力 防止尖轨尖端产生过量位移而致使供电卡组 转折机器采用滚轮滑创台结构 减小搬动力和防止不足位移草线 折刹跟端采用传递部件 防止新轨尖端产生过大纵向位移 刹期采用大阻尼扣件 保证刹期几何状态和足够的稳定性 左图为新轨跟端使用的大剑架铁和长翼轨结构 右图为肩轨跟端两类传递结构 右上图为剑架铁 右下图为纤维系 这是倒查的转换锁臂机构 肩轨伸缩时可能会卡住这一活动关节 产生转换故障 因此应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 使之具有良好的工作性能 使无风倒查 特别是大号码倒查的一项关键技术 采用有限单焰法 可建立无风倒查的计算模型 如上图所示 并计算得到各轨条的中相力及位移分布 如下图所示 基本轨会在肩轨跟端附近 产生较大的附加力 肩轨的伸瘦位移也较大 设计中需要减算钢轨强度 结构稳定性 新轨与尖轨的位移 连接部件的强度等 高速铁路中建有大量的高架车站 桥上铺设无风倒查是一项更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设计无风陷路 列车轨道桥梁系统动力学 桥梁结构 战场布置 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 现在我国已经成功攻克这一难题 这是广州南站在桥上铺设的113种 无风倒查器 这是所采用的桥上无风倒查分析计算模型 为充分验证和保证桥上无风倒查的应用 西南交通大学在室内建立了1比3的桥上无风倒查试验模型 并以理论分析结果 现场试验结果进行了详细比较 表明现行的计算理论简单有效 能满足工程应用的需求 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 高枝铁路无风陷路的其他一些关键技术 中国铁路技术管理规程明确规定 正线及倒发线轨道 应采用一致铺设跨期间无风陷路 正线杆轨 高枝铁路应采用100米长定磁的60公斤每米钢轨 结焰截头应采用交界结焰截头 为此 高枝铁路从设计与施工 结构技术和维护技术等方面 形成了多项气别于普通无风陷路的技术特点 高枝铁路用长轨条的生产与施工 大致需要经历以下几个过程 百米定磁长钢轨生产 长轨运输至焊截工厂 工厂采用闪光结束焊 焊截成500米长轨条 长轨条运输至铺轨基地 铺架列车铺设成长轨 现场采用移动闪光焊进行单元轨迹的焊接锁定 无风陷路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已经形成相对完善和成熟的理论技术 以成套技术 但随着我国高速 重展及三期铁路的建设 还有许多技术问题 基带进一步深化研究 例如 无风倒查的印尼放散与调整 无风陷路的实时监测技术 无扎轨道无风陷路省伤识别与评估技术 跨漆影跨断链带 三期大坡道地段无风陷路的成套技术 高端 大跨 长连结构 桥上无风陷路及伸缩调节器的应用技术 载变条件下无风陷路评估与维护技术等 上图展示的是高速铁路用钢轨伸缩调节器在场内组装 以及现场应用的实解 现在展示的是广泛应用于中国高铁的 桥上无风倒查无风陷路结构前景 左图为CRTS1型单颜板式无扎轨道无风陷路 右图为CRTS1型双块式无扎轨道无风陷路 中间图为CRTS2型重颜板式无扎轨道无风陷路 请大家根据所学知识完成以下作业 简述高速铁路无风陷路技术特点 本次授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